你们说乌克兰这么厉害 怎么还不打到莫斯科呀 打就打咯 4月14日 根据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光荣级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的弹药库 因不明原因突然起火爆炸 全地船员因此器舰撤离 随后莫斯科号在拖回港口的过程中遭遇了风暴 最终不幸沉没 哦 应该是叫做去执行了特别水下行动 这个光荣级是前苏联建造的第三代导弹巡洋舰 舰长186米 宽20米 满载排水量11490吨 采用裁量交替的推进模式 最高航数可达32节 主武备为一门AK-130串管130毫米剪炮 16枚P500反舰导弹 64款S300远程防空导弹 两座黄蜂近程防空导弹 6门AK-130近防炮 另可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 该行舰在设计上最显眼和最拉风的地方 自然是左右各8枚又大又粗的反舰导弹发射管 其搭载的P500玄武岩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 弹长11.7米弹近880毫米 弹重4.8吨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5马赫 最大射程550公里 后来玄武岩又升级成了更猛的P1000火山岩 弹重增加到了8吨 射程提高到了整整1000公里 这样的航母杀手若是被普京的追求者们看到了 那必定会当场排卵 在曾经的红海军中 光荣机肩负着区域防空与火力输出的中任 一出马便可挡平整支北约舰队 其原计划建造十艘 后应苏联解体只有三艘完工 波罗地海舰队 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各分得一艘 咱们今天的主角莫斯科号便是光荣机的首舰 他于1976年在尼古拉耶夫造船上开工建造 1998年底开始服役并担任黑海舰队的起舰 1991年随舰队加入俄罗斯海军 2008年参与格鲁加冲突 2015年前往东地中海支援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 2018年莫斯科号返回船屋进行检授升级 并于2020年重新服役 据说升级后的莫斯科号战斗力又大为提升 关于这点我们来看央视的报道 光荣机将摇身一变成为全能战舰 那它在上面加装一些新型的雷达 就可以使它的线细化的程度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把比较老旧的导弹更新换代 那么也可以使自己的拳头打得更远 打得更狠 打得更准 它的整个的作战能力的话 很显然的会强于伯克级队 本次战争中 莫斯科号领导着黑海舰队 全程参与了对乌克兰海岸线的封锁 开战之初 它更是亲身前往蛇岛 对岛山乌军试试了武力威慑 那么这样一艘强大的战舰 到底是如何沉没的呢 我个人分析有以下三种可能 首先是它真的如俄防所言 由于不明内部原因自爆了 这个大家不要觉得不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性缺陷 那16枚弹在甲板上的巨型反舰导弹 显然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它能不能打造美军的航母 我不知道 但是一旦在自身的甲板上爆炸 那萧平整个上层建筑都是不在话下的 在本世代 反舰武器和男性的升值器不一样 不是你越大就越厉害的 相反 感知能力和隐蔽性才更加重要 当然如果是自爆的话 那这16枚导弹应该不会是直接远金 因为它毕竟是放在甲板上的罐子里的 不管水兵们是炒菜做饭还是抽烟喝酒 都不可能影响到那里 原因必须还得出自舰体内部 所以咱们就得将不光 投降舰体后方的那64枚S300防空导弹 从外观上看 它们采用了垂直发射的方式 不过呢 跟Mk11那种一体化封闭式的发射箱不一样 俄国的天才射击师 是直接把导弹 明晃晃的插在了舰体的内部 且没有事先带上任何防护措施 对了 类似这样的发射装置 我们还能在中国海军早期的051C和052C的身上看到 S300虽然只是个防空导弹 装药不多 但它们紧紧的挨在一起 只要其中一枚出了问题 就很有可能会引爆剩下的63枚 这样一来 其爆炸的威力就非同小可了 现代军舰设计不同于二战 没有多少正而八经的装甲板 也没有那种抗暴的水密格舱 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忠心开花式的打击 更何况S300的位置紧挨着舰艇的燃气轮机 一旦训爆很可能会使其彻底上市动力 这样的庞然大物 还是什么军舰 它是海上飘荡的死鱼啊 如果莫斯科号真是这种释法 那么要么说明舰上的官兵玩忽职守 要么就是海军中出了内奸 事发后黑海舰队总是令奥西伯夫少将被捕 或许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总之不管是哪种情况 在战争中一艘舰艇因内部原因损毁沉没 那都是其此大路啊 1905年的对马海峡战役 虽然波罗的海舰队被东江平巴郎击成了六艘战 但至少他们皆是栗战生死 所以俄方还不如直接承认 莫斯科就是被乌克兰打成的 至少那也算是似得其说了 这次俄国防部最终把锅甩给了上帝 说莫斯科号是在被脱带时 遭到暴风雨袭击而阵亡的 不过根据卫星云土显示 当晚整个地中海和黑海都异常平静 就如那歌词中演唱的一样 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莫斯科号是被乌军 由海王星导弹打中的 而且连续中了两发 海王星导弹是KF35反舰导弹的改进版本 采用火箭助推加涡风发动机的推进模式 最大飞行速度仅有0.8马克 最大射程为300公里 你别看它这么大个 其战斗部却只有150公斤 跟小小的NSM差不了太多 去年3月乌克兰列专了第一批该星导弹 一套完整的海王星暗防系统 包括一辆导弹发射车 两辆弹药运输车 和一辆指挥车 该系统主要是海岸线1里25公里的范围内机动 以避免遭到敌军定位和打击 海王星虽然速度不坏 装药不多 但它确实是个采用略海飞行的导弹 催地飞行高度仅有3米 考虑到莫斯科号的雷达系统性能有限 可能难以在海面杂波中发现来一起导弹 也就无法引导S300进行卷程拦截 而等到海王星逼近到中等距离 或许能够被舰上雷达或者水边的漏眼发现 但问题是 在这一环节当中防御的黄蜂导弹 其最低射高是25米 即便它能够看到也根本打不着 至于最后一道防线 也就是那六门AK630进防炮 看起来活力很猛 但实际上只是个摆设 这点我不用多说 给大家看看它演戏时打气球的片段吧 其实海王星的整体技术水平并不先进 能两发干掉莫斯科未必过于科幻 因此可能有人怀疑 西方国家不是一直说要提供反舰武器吗 什么暗射鱼叉nsm之类的 会不会是乌克兰用他们打的呢 但是从时间上看 我个人判定不会 只是按照官方的说法 这些武器在事发时还没有送到 而且就算到了 也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训练 这玩意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熟悉的 万一不小心误触开关 导弹飞出去打到渔船 那可就不好了 这点台湾的观众应该深有体会 对于这种暗箭导弹来说 打中敌船并不是最难的 并且莫斯科号这么大的个头 且甲板上堆满了弹药 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发现和跟踪目标 因为人家是会动的嘛 你要把反舰导弹车开到阵地 雷达开机搜索 装顶租源 再发射导弹 这一套流程下来 搞不好人家早就跑了 所以一定得要有情报侦查能力 乌克兰想要大体上掌握 俄舰的行踪应该不难 西方的勤政机和卫星 肯定会把这类信息 透露给乌军的高层 但是基层的战术单位 最好还是得具备 对目标进行实时跟踪的能力 自开战以来 为保持对南线乌军的压力 俄海军战舰就长期待在奥德萨港外 进行骚扰 而且一度靠得很近 近到可以被漏眼识别 不过后来俄军登陆舰 在比尔江斯克被击沉 下的黑海舰队就集体向外后撤了 这次莫斯克奥被击中时 其正在蛇岛东南方向 约40公里处航行 这个距离刚好处于水天线以外 靠目视是无法观察的了 但对于无人机来说 并不是个问题 比如TBR搭载的CMX15D光电转塔 内部就安装有多种高性能的观色设备 包括激光指示器 高清中魂外传感器 8.6-154mm连续变焦高清彩色光线摄像头 和最远角距达150mm的 三级阶梯变焦彩色及短波红外相机 这些数据跟美军的无人机相比 自然相形见着 但对俄军的那些入门机单反和运动相机 简直呈现面压之势 根据公开的信息 事发时至少有一架TBR在附近海域活动 很有可能 乌军结合西方提供的早期情报 勾勒出了莫斯科号的大体活动范围 和行动轨迹 再运用自己战术级别的无人机 引导海王星进行攻击 最终打出了这一惊人的战果 当然由于莫斯科号已经战胜与父 死无对战了 具体是不是这么打的 还得等战后再进行解密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最后一种可能 那就是被孝子们给诅咒了 天天念导 怎么还不打到莫斯科啊 结果就真给莫斯科号 输送了太多的负能量 施主我看你硬堂发黑 乃是大凶之兆啊 近日若不反感维修 必遭血光之灾 这里本作可不是吹牛啊 老观众肯定知道 其实早在战前 我就劝高国普京了 虽然美国航母平时不能进入黑海 但仅凭陆机飞机的骚扰 也会让俄海军疲于奔命 至于他调动了那么多的登陆舰 是打算干嘛的 最可能的选项是在亚述海里玩玩水 至198年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尘后 40年来 地球上还没有一条万吨局巡洋舰 因战争沉没 直到莫斯科的挺身而出 所以这一次事件 是具有指标性意义的 反舰导弹对大型舰艇的不对称优势 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夸张 海军若要取得对敌人的绝对优势 很可能要完成对海岸线众生100余公里的控制 即便是在深水区 没有神盾间的保护 也很难执行高强度的任务 而单独对俄军来说 随着这艘巨舰的沉没 黑海舰队的战斗力就基本上折损了大半 因为他剩下的只有小型的护卫舰和潜艇了 战争达到两个月 俄军不仅没取得制空权 现在看来 即便面对没有海军的乌克兰 他是连制海权都没有啊 这样的结果会重做其原本就非常低落的时期 因为莫斯科号不只是黑海舰队的起舰 而且他更以俄罗斯的首都为名 二战时疏军为何要死守斯大林格勒 因为那是个用他们领袖命名的城市 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 这就告诉我们 没事别用地名做舰名 学学英国 叫什么机名啊 勇敢啊之类的 即便被击省了也成的比较抽象嘛 当然伊丽莎白女王号除外啊 如今事业之词啊 损失是无法避免的了 但是呢 我有一计可以替普京大帝挽回颜面 前面咱们说到 在苏联时期 光荣基完工了三艘 但实际上呢 他总共建造了十艘 最后这一艘就叫做乌克兰号 截至苏联解体时 完工度高达95% 后来他停止建造 并被划给了乌克兰海军 目前其作为博物馆 依旧停放在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场当中 所以我建议 俄军以牙还牙 以眼完眼 出动最后的杀手锏 数期仅身战机 不惜一切代价 击沉乌克兰 好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叶子迅 出动最后的杀手锏 叶子连接 世界大原地 四重心跳 只要海待 心情长 夜色多么好 心儿出荒荒 在这迷人的晚餐 小河静静静 微微反过难 虽然迎着迎着月光 一阵清风 一阵深歌声 我无尽的晚上 唱得好不好啊 再来一首要不要 我愿他拿着奇迹的体面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体面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我就是什么话就不能唱的 这是最好的 我刚刚遇到我身上 我可以帮领